因为我们身上的小张油肉不够 不论他收费费收多少钱 是一个很奇怪的路线 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离开的时候了 其实我们在那边路不多 所以我们几个月出过去Bosnia 可是我们还要走一个20分钟的路程 才到那巴士站 哇,怎样走? 好大雨哦 基本是走不到的节奏 但是我们还要走 现在下大雨 因为刚好我们11月来 差不多整个冬欧都在雨季着 每天都在下雨 每天都在下雨 从早下到晚真的,没有骗你 那个风听到你都有点怕 所以我们赶紧去发宝卡时间 走吧 我们在研究这可不可以 搭游不去 因为太大雨了 14分钟 怎么等啊 不等啊,cancel了 好歹他有一条 人行道给我们走 要不然人觉得很难走 还可以好好拖行李 哇耶,我们终于赶上巴士站 哇,好累啊 这是我们的巴士,去Dubronique 啊,还有一点赶不上 赶得上很多,怎么上 啊,你知道 现在是7点,现在是7点44分 我们很幸好赶得及这个巴士 但是不懂,因为我们身上的小张油肉不够 不懂他收货币说多少钱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花到50块 这里有得换 那手磨呢,我给他美金哦 我刚才看到那个 有个房间也是有换 我们来看来,这边是7.07吧 这有换 80块 哈哈哈哈 老板刚刚从小店那里换一点钱 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零钱 怎样换到啊? 有换啊? 没有啊,可是他 我去50块罢了 他又没有得找EU罗 你出来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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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OK,我们上了巴士 幸好那个司机愿意收EU罗 因为其实我们有点担心 我们没有换他们的货币 这个我还不担心 谁? 我只担心他收2块钱EU罗 一个行李巴 我们只有2块钱EU罗 把它eventually收1块钱EU罗 一个行李 是不是刚刚好 没有多没有少 当时不用换钱 只是去到Zagra那个时候 不用怎么办 这个巴士的位置比较小 忘不得Signi在我的脚 像开着方式 这个巴士是很美 看起来很舒服 我们要坐多少次 8点到11点45 大概1个小时 2、8时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先睡觉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过关了 一如完成了 他们上来巴士 那我们的复杂 对啊 对啊 还以为会下去 陷阱大雨啊 我们出关了 所以现在出发去波士尼亚 所以现在出发去波士尼亚 它就是这样的 你进馆吗 不知道 它是这样的 Running在这边吗 然后叫到这边来 要改一个波士尼亚的空国家 然后才到回它 另外一个 Korensia country 我们出了Korensia 但是 好像不需要进波士尼亚吧 就已经进波士尼亚了 对啊 所以 它已经出发去Mosna了 我们订了波士尼亚一下 然后又订回来Korensia 可是我们要选择波士尼亚 不知道还是开哪一条路去Mosna 所以是一个很奇怪的路线 就去一个Gordel 订两次的Korensia 现在是时候进波士尼亚馆 这个波士尼亚馆 对啊 要出馆店 现在又要出馆 要出第二次的Korensia馆 这个不是NG 我们是真的出了第二次的Korensia馆 一天就出了好多馆 耶 我们进入了波士尼亚 所以不用Key 电脑就只认样子 就可以让你进馆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波士尼亚 哎呀我们到了Mosna 可是很不幸的在下大雨 然后我们早餐都没有吃 然后我们还要走一个15分钟去我们的住宿 先等雨小一点先吧 哇好热喔 很厉害脱鞋都很酷 当然 没问题我们这种生命力很强 哈哈哈哈哈哈 我来看一下Mosna的波士尼亚 就是Open Air 好冷喔 好冷好冷 好冷 怎么现在没有雨啊 快点走快点走 我们现在过桥 然后你看那个风好美喔 哇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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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继续我们的路程 去 Masna 很冷了 很冷了 我们要到Masna So close yet so far 那边很淡雨啊 那边很淡雨啊 对啊 你可以看得出 一定没有了都发了雨 救星啊 幸好有一个小冰窝 啊 幸好有一个小冰窝 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Masna 吃我们的早午餐 顺便避避避雨 越雨真的很大 终于是可以吃东西啦 这里比Adan的Masna 更便宜 对啊 这里大概才2份才30块马币吧 这个马来西亚一样 晴天 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我们住宿了 终于等到晴天了 可是还是很热 我准备我的老板可以穿这么短 刚才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发生 在Masna 总之就是这里当地的人 这里生活的人 他就问我 你是男女人 我就说马来西亚 还想我也猜到应该是东南亚的人 当地人在这个天气 是绝对不会穿短裤跟拖鞋出来的 只有东南亚才会这样穿 走吧走吧 这边Bosnia跟Corecia的门子都很难开 都不懂他们是什么 concept来的 就你要这样子转的很奇怪 看到了 难度在哪里 锁门 难度在锁门 因为我们只住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就进我们房间 因为现在是雨季 难得雨停了 有太阳 所以我们先出去 走走 看看古镇 眉毛桥 维持三年的战争 然后去看最出名的中国明星 好奇是谁吗 跳舞 是boy跳舞 哎 不过这里进了 前面进 这一集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 到这里 再截三集 那边 到这边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